我全卡 搞磁镜 恋爱脑 这就是现在的神仙 问 封建制度的正统在哪儿 答 不是自经城 而是九成天 现在仙武剧里的神仙呀 不用力竭修道 全靠血脉成仙 最近热播的神隐 就是俩神二代谈恋爱的故事 男主缘起啊 废物一个 但他是真神血脉 所以成了仙界团宠 男主的师尊在飞升神界之前 专门给他留下了提升修为的仙丹 和保命神器遮天散 为了替男主化劫 还强行让男女主结了主仆器 为将他二人结成主仆器 这水宁兽小阿英 已成了小神君的仙仆 无论是阿神节 情节 恩怨节 都可借此契约化劫 师尊走了也没事 反正呢 男主身边 还有个专门从神界下到仙界 来照顾他的神室宝母 这男主还修炼啥呀 直接在脑门上刻个 我的真神父母不就完事了 靠血脉成仙就算了 这些神仙还搞阶级歧视呢 男主身边这位神使姑姑 作为神使毫无神仙 看到男主被女主欺负了 想的不是众生平等 化愿为爱 而是把女主做掉 高企强都没你狠呢 一个不值一提的逼街仙兽 敢威胁到小神君 杀了就是 人家女主堂堂凤凰 到了他嘴里却称了 活风一脉 纵然珍贵 可怎比得了小神君的案 如今这劫难破继 你还不尽快把这低阶仙兽 抓出来处置 见到男女主 关系亲近 他张口就是一套阶级论 来自神界的privilege 以竞数提现 我家小神君 乃一和真神之计 于你有云里之名 你很牛吗 放下你的身段 听听 这是神能说出来的话吗 封建王朝还知道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到了仙剑 直接成了小神亲修炼 树仙陪葬 一时不知道封建王朝和仙剑 谁更落后了 男主是真神血脉 女主是天帝的族人 兼弟子 合照你们神仙剑 就是一群只看血脉的特权咖呗 不过神隐全元贵族 今年的兴落花容里 男主也都是天帝之子 他们还有一群兄弟姐妹 难道天帝下班后 就没别的娱乐活动 就专职葛家造娃呢 神仙人长生不老 这意味着他们的职责 永无止境 理应断私情绝小爱 保护万物生灵 永不懈怠 而现在的天帝 都快成了反派代名词了 三生三世里的天帝靠儿孙 苍蓝绝里的天帝靠弟弟 星落里的天帝靠儿子 一个个又没实力又自私 这真不是在抹黑仙剑吗 天帝都这样了 底下的仙也好不到哪儿去 男仙们互相使绊子看美女 这满屋子的女仙军 竟比不上华叔的一根手石头 后悔跟碧云定亲了吧 女仙们端言端语 仙门间也要分割一流二流 争着想加入高门呢 孔雀也不过是二流仙门 却总是仙比天格 你瞧瞧她 把孔雀玉丹还在头上炫耀 等火花运一出 孔雀玉丹还不黯然失色呢 谁还注意到她呢 当然了这高门可没那么好价 地位相符的会被女二十班子 强行制造一些 做任恩人导致三角恋的勾学剧情 地位不相符的嘛 就会陷入大型的雌劲现场 被恶毒女配用身份打压 张口闭口就是奴才不配 你该好好请教请教你的姐姐芝西 她心里倒行得颇有几分奴才像的 帝君的风姿也不是你配真良的 这是把宫斗剧版搬上了天 还有三生三世相秘这样的 女主一开始是凡人或者小仙 偏偏得了男主青睐 被配角各种陷害针对 最后揭晓身份 她们不是上神 就是花神亲闺女 啪啪打脸众人 本上神这双眼睛 你用了三百年 用的可好 搞了半天啊 最终还是特权阶级啊 好好的一群神仙 不去守卫苍生 整天纠结于小情小爱 还非常贪得我业 这哥以前呢 就算是仙界公主 违背天规也是要挨罚的 直接剔去仙谷 当个凡人 想怎么爱就怎么爱 到了现在 这群神仙是既要又要还有 一边想说神仙身份 带来的好处 一边要死要活的谈恋爱 爱而不得 就直接毁天灭地 毕竟天下苍生只是没命 她逝去的可是爱情啊 灭世阵法要毁灭的 是祖神和众神的心血 是这三界云云的苍生 那又如何 三界没了 重铸便是 可有些东西没有 便再也回不来了 小方替天下苍生骂一句 你们这些没格局 没实力的 撕裂爱脑架神仙 赶紧把仙剑扎了吧 哎呀 除了思想滑坡 没格局等硬件拉垮 现在这群神仙的软件 也降级严重 不说神隐的台词吧 好好一个仙侠剧 偏要加上网络用语 再配上赵鲁斯的奶皮衣 迷补到韩国人看了都不会痛 香 高楼 沾 盾 发脚 高丽头 惠皮 高丽头 香气 高丽头 简严 高丽头 开心 高丽头 全部高丽头 飞行 对了 这匪夷所思的台词 以及夹到幼儿园的语气 都是赵鲁斯自己设计的 这里头这个鲁斯就在 应该就刷了很多这种做菜的试试 其实这个台词是他 很真 前面的 设计的很好啊 下次不要再设计了 家人们可能想问 为啥导演和编剧 不制止他呢 咱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导演编剧啥的 跟他一个水平 不然也不至于让神仙说出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等俗语 这废物主子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这废物仙脯 想要拍上高知啊 上梁不正下梁歪 这就不奇怪了 这都不算啥 虽然俗了点 好歹是个典故 可女主张口就是满嘴喷粪 摔个狗吃时 笑屁 笑屁 她为何在别人家里满嘴喷粪啊 真该摔她狗吃 你们仙剑是不是过于接地气了 就算女主是个仙兽 可她也是凤凰的一缕仙缘 凤凰可是非梧桐不漆 非竹石不识 非理权不饮 现在张嘴就是屎尿片 真牛啊 台词差就算了 现在这群神仙们的仪态 也是差的不行 以前影视剧技术不行 全靠后期抠图 可演员的仪态非常好 一整个仙气飘飘 就算是自己飞不起来 要遇见飞行 气势也是十分到位 满足了观众对仙霞的所有想象 而现在这群神仙呢 威亚戏根本不过关 飞起来重心不稳 颤颤巍巍 全身却又僵硬无比 挂在天上啊 跟三根风干的蜡肠似的 而且这造型啊 真的是一点都不嫌弃啊 前几年仙霞剧流行丧葬风 全组上下都是死白死白的 不知道还以为天地嘎了 神隐的前传千古绝尘 就是典型 或许是被骂怕了 今年仙霞剧不走丧葬风了 改走影楼风 年初那部星落 不仅是大理石地砖 欧式茶几和罗马柱 幅画是劣质敷衍的 再加上朱瑞斌的神经级运镜 谁看了不说一句诀 神隐也没好到哪去 女主直接穿个睡裙就出场了 你们神仙还真挺节俭的哈 天地和女主两只凤凰铜框 那该是多么光彩照人啊 结果一看 一个是穷国妃子 一个是烈焰火鸡 以前看着电视机里的玉皇大帝 王母 嫦娥 太上老君 观众会感觉他们真的是神仙 而现在的这群神仙嘛 仅对于粉丝可见嘛